我们快快看殷吉星在三年前讲什么 很有意思的 他说7107月10号大选 陈奈洛丁后 线上评论多 线下的高堂扩论也多 连平日只看到老人打盾的 祖务区热灵角落 也成了热闹非凡的意思 其实新加坡很喜欢谈政治的 在网上叫受瞩目 且为网民转载的评论 就是前国会议员殷吉星 星期六在面部上刊登了两个字 1800个字的英文评论 今天的数据显示 每篇都超过3200人分享 每篇的点赞人数都超过6000 你想想看 当年的败选 胜港 没有办法拿回阿玉尼跟 这一个后港 他写的文章 当年2020年的时候 大家还没有像现在这样 YouTube做直播这些 他们的点赞人数已经超过 6200 现在他刚刚接受的那个 反弹20多分钟 竟然 竟然有两 已经四万 所以更多人知道了 当然英吉星主要是 英文原由的人知道 但是 他们现在有翻译成华文 我就可以 借花献佛了 对不对 当然我跟佛没关系 我必须用这种成语吗 借花献佛 英吉星出生在一个穷困的家庭 父亲当过 那种 应该是守门的那种 从前那个星很喜欢 守在银行啊 或者是学校啊 睡在那种藤哦 印度星啊 就是这样啊 还有做八四世纪 他1996年当水尾红包桥 季选去国会 他比我年轻 59年了 还是60年了 比我年轻 从政期间也担任 行动党的副党编 大写引退后 就定期撰写一些有关 行动党的评论 一项赶入赶言 问题是 他在他的人生的 这个商场或者是 学校学术界 他是一个成功的 他有分量的 他创业创业到 能够写一本 创销书啊 创业的艺术和科学 这本书 不简单的一个人啊 这种是人才来的啊 By right 我现在有合理的怀疑 当时不要参选 是不是有听到说 如果又要我参选 又是要做一个国会议员 我要跑了 他这种人才 应该是顾掌机 他成功的啊 现在 你看他的 现在的履历啊 就是经商的履历 达到 达到的那种成果 他薪水 我告诉你 现在是 我敢讲 千万富翁啊 一定是千万富翁来的 他说这两篇文章 为什么引多么多人 点赞和分享 看看标题 就能够看出端倪 第一篇 为何这是一个分水岭选举 新加坡人是如何选票投票的 竞选招式方式又如何影响选民 第二篇是 人民行动党和反对党面临更深层的问题 行动党未来该走什么的路 他已经在上一届大选后就立刻写了 所以观察和总结应该是 击中许多网友心中的想法和揭露 所以引起共鸣 共鸣这种事情啊 是 很难说的 我知道房间的人看到我 不会因为我讲 愚言面 不会因为我讲 怎样去 什么 什么 驾驶啊 制造啦 不要驾车啦 不会因为我讲什么国际新闻啊 全部对我 很 就是 对我有那种亲切感 是因为 我讲这些政治课题 就是所谓的 我讲了 你们听了有共鸣的嘛 就是这个意思 当然我不可以跟印记心比 他英文原流的嘛 一万两万三万四万 我就没办法 我现在只是一千两千 我都暂时是开心了 等选举的时候 就希望有三千四千五千六千 而且只有讲华语 有人跟我讲 刚刚刚现在直播机哦 翻译器 你可以翻译成英文啊 你为什么不要翻译英文的 我才不敢啊 翻译成中文 我都改的我要惨了 翻译英文我不改啊 底下你们英文有什么错啊 我死了 死了 要掉警 因为官方语言来的 你不要开玩笑 改成英文 我自己英文的 如果我被抓 我不可能跟法官讲 我不懂啊 我搞笑英文啊 什么 没有这回事啊 你要有一个责任 没有啊 中文字 讲话都要有责任啊 因为讲英文 我不可以说 I believe they are corrupted 我不可以这样讲的嘛 对不对 我只是 quote 不可以这样讲的 even有时你不能够带风向说 哦 好像是要贪污啊 什么 不可以的 英文我不是更惨 对不对 所以有人跟我讲 反正翻译器呢 不如翻译成韩国文 日本文 马来文 哇 而且翻译对 翻译错你也不懂 英文有时我也还是要查字典嘛 如果翻译对还是错 我哪里懂 所以我跟你讲 不容易的 他说从本届大选成绩来看 人民行动党 获得61.2总得票率 并不是该党最差的表现 他说2011年 比2011年进步了一个百分点 2011年是人民行动党的痛 2011对 2015年就哪回 2020年就 又不好 2011年痛就是痛在输掉阿玉米 那时候他们总得票率是非常糟糕 我记得那一年好像是总理出来道歉的 那一年是吗 我不懂 我忘了 应该是 2015年是88去世嘛 国会议长谢建平了 对对对 David Lu跟那个 现在是国会议长 他本来他就是在MDUC做 做蛮大的嘛 真正的工作啦 跟自总有关系的这一类的啦 所以他说新加坡人必须 扪心自问的是 十年来一个百分点的得票率的进步 能否视为真正的改善 别忘了这届大选 多方面的条件都对 反对党不利 而且每当行动党在危机期间 例如2001年911发生后举行大选 选举的成绩总是出奇的好 2001年当中更好 那呢 其实我跟你讲 我个人觉得行动党 每一届大选一直在 成绩是越来越不好 2015年之所以成绩是很好啊 真的是他爸爸的去世的效应 就是李总理父亲李光耀先生 李光耀前总理 离开人间 所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 你明白吗 这种很重要的啊 因为怎么讲 讨厌了他的人 有啦 喜欢他的人更多嘛 怀念他的统治的人 不是统治 经营的人更多嘛 所以 所以 那时候真的是2015年 2015年 成绩本来都不应该这么好 那2020年就更加表现得出 为什么你没有办法赢啊 因为阿玉你都赢不回来 不要紧 你又输一个胜港 东海岸差一点没有 结果呢 赔了一个准总理嘛 王立杰后来说不要嘛 好像有地震这样的 那个 你跟他逗一下 奇怪耶 我叫恐怖耶 他说 难得这次大选 我们看到一些重大的转变 也看到新加坡人 发出明确的信号 一个例子就是 马林百列寄选区 他说行动党 马林百列候选人 明显的比工人党那几名 默默无闻的候选人 更有经验 也展现出巨大的潜能 难得最终得票率只有57 因极星所 为什么会这样 我相信今天的工党 已经取得行动党 多年来建立的同等生育 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是他 2020年 7月13号写的 跟他最近受访问的 他的理论还是一样的 话多别 三年后他同样 讲一些这样的话 就是说工人党 已经慢慢建立他的品牌了 那时候就看到 五个人 陈川仁 带头 谢建平 唐振辉 陈世荣 还有一位马来的同胞 葛赫米 他说 他们只赢57 工人党 我记得那一次的人民行动党 是由那个谁带头的 我忘记他名字 他后来也是推出选举的 工人党的那个 写一本书的 他有批评 工人党的问题了 他们那时候 很希望 舍雪林能够选 是吗 是这一年吗 2020年 2015年 2015年了 没有 2010年没有 2010年没有 这是2010年的时候 2011年的时候 2011年这个选举 他说 为什么会这样 我相信今天工人党已经取得 行动党多年了 建立起来的同等生育 他们工人党在选民当中 已经得到品牌认同 被视为民生好负责任的政党 那你说民生好 我得大胆地讲 的确有一些事情发生 但是市政理事会在法庭的判决是 管理不当 这样的一个判决之下 司法也还他们一个公道 就是他们没有贪污 这个是很重要的 管理不当 坊间很多人说 第一次 第一次拿到季选区 有困难 所以你看第二次他们很厉害 胜港营的时候交接的时候 已经过去所有的教训 已经得到了 所以行动党 就要按照 政党的手术 手续走 这一点我真的不明白 一个国家 如果你政党营跟输 要交接 你应该有一个程序 不应该 是说你交接的时候 你那个行政方面 你一定要保护 选民 你不可以说 没有那些东西 有些东西 交的不漂亮 外面的人讲 就是外面的人讲 所以 接手的人很辛苦 那至于 管理不当 那是后来的事 我们也要这样讲 所以 因吉兴认为 建国一代 40万选民 在这些大选 应该有多达 80 90%的手中的票 投给行动党 就是2020年 很多老人家投给行动党 如果他讲对的话 他现在麻烦 因为在张大哥直播世界 我的票 我的网友都是 50岁以上 55岁以上的 我每次问选 我看到支持功能党 在我的这一群 人里面 每次有投票的 支持功能党 都有70到80% 就跟因吉兴讲的不对 因吉兴讲说 多达80到90%的人 投票给行动党 但是在张大哥直播世界 里面的网友们 70到80 不要说80到90 70到80% 支持功能党 他说 主屋区也有70到80% 投给行动党 这两群人是行动党 政策最大的收益者 也对行动党 心存感激 没有他们 行动党也许无法 获得61%的总得票率 可能当时是这样 但是四个现在 对建国一代 立国一代 一些年轻的建国一代 年老 拿不到建国一代的 变成立国一代的 或者是 没有资格成为立国一代的 这一些人 都是埋怨的 我只差一个月 我就变成立国一代 为什么我没有 因为我只差几个月 我就变成建国一代 为什么我现在只 买到立国一代的优惠 因为你看建国一代 跟立国一代的优惠 差 单单那个 买东西 立国一代 3% 建国一代有5% 对不对 人都是这样的吗 为什么我只是 为什么你怎么分 你为什么要怎么分 为什么要1959年 1960年 为什么你就问 人都是这样的 你说感激的意思也是一样吗 CDC 包括这我也讲的 也有造成 现在很多人埋怨 家庭不合了 因为CDC 包括这 有些人就不 不满意 哇我家人口这么多 生活很辛苦 你才给我500 隔壁 我的邻居 跟那北干的 他只有两个人 他也拿500 我们这边有四个人 我们只500 人家就会比较 所以投反对票的群体 最可能 最有可能是年轻选民 当时 那现在呢 这四年后的 今天2004年 年轻人还是 很容易支持在野党 我不要说他们不支持 执政党 尤其是千禧一代 不担心估计有多达 50%这样投票给 50% 投票给反对党 我告诉你 年轻人 这一代 你现在就算太乐视 这样这样这样 哇 来不及了 不是战斗术 物质的问题 年轻人 支持你的威逼 我倒觉得新移民 可能会支持 这年轻人一般上 不然他对政治冷漠 就还没有决定 就看他十几天的选举 的battern 等着发生什么事 当然很重要 有没有拉一杀的事 在发生 有没有林志卫 那种旋风 有没有舍雪林那种 那种 都会影响 就是当 以后选举的那十多天 到底什么人 放什么人 在什么选区 这些都很重要 他说 看到不同意见的碰撞 想往多元化的声音 不希望一党独大 在没有足够的讨论的前提下 就推行政策 一样的吗 我们对690万的那个 那时候也是 2020年嘛 690万的那个白皮书 白皮书嘛 我也不是在我的影片所讲 650万啊 还是90万都已经 动不掉了 那个徐顺权还搞什么 1000万 你根本 就是被抓到痛脚 就摇死你们 所以徐顺权又是败选 资政党就是这样 你不要乱讲话 我们没有 我们没有讲1000万啊 你不会苏格苏格 讲1000万啊 就中了 大家明摆那件事 所以我说徐顺权 他们这个民主党 已经排血了 我觉得我都可以做军事 一看就知道不对了 真的吗 人家已经够了 600多万 你不要说600多万 你跟新加坡人讲 现在新加坡人 有一些人 你说种族和谐什么 这个我不敢 因为敏感 但是华人里面啊 哇 大家的相处啊 讲坦白的 大家去问一下 新加坡人 中国的移民 台湾的移民 香港的移民 真的能够融洽吗 我这样讲就好了 我讲多一下 我被扣帽子 你问啊 你问啊 问啊 自政党去问啊 大家有意见的 有意见 所以同种族的人 要在一起 都不容易了 那你要同种族的人 谁投票给自政党 谁不投给自政党 你也看得出的 但是你不要忘记 这边有一点不一样 比如啦 一个新移民 华人的 华人的新移民 不管他是香港 台湾 中国 他们很感激 我们的政府嘛 一定是投给 自政党 如果啦 比如啦 所以他会跟很多 朋友都是自己人啊 但是他影响不到 其他民族的人 我们这些华人啊 我们在巴萨里面 我们在小贩中心 我们在工作方面 我们有马来西亚的朋友 我们 我们会跟这些 我们有这种关系 我们会相互影响 所以 一个感激政府的 他就是乖乖自己 感激自己投票 一个不感激政府的 我这样讲比较好啦 给政府一点下台阶 一个不感激 不懂得感激政府的人 他会继续影响 其他人一起不感激政府 你们没想到这一点 这个也是我自己 应激心都没有想到 不是说我比他厉害 不要啦 我们可以影响 马来人 印度人 因为我们生活在一起 移民哦 一个台湾移民 一个香港移民 不可能影响 他只可以影响 台湾的移民跟移民 香港的移民跟移民 中国的移民跟移民 他影响自己同种族的人 他不可能影响 其他种族 他们没有 他们来新加坡 他们也是自己 自己南南修 自己南南修的 真的 偶尔他们有那种 外籍的工作 他们都相处的不好 很多都相处的不好 说我被印度人欺负 我被马来人欺负 他们这些 他们会觉得这样 但是也有 我要讲就讲了 也有很感激的 我遇到一个中国人 在罗迪巴达里面 清晨就在用那些面团 早上就送面团 我那些印度的那些 送到不同的餐厅的那些 印度店家 都对他很好 可能 可能 因为他面团弄得好 所以他们来 我吃不完 我没有时间吃 他们都叫我留下来吃 吃罗迪巴达吃到我怕 我自己做到我自己都怕 所以他曾经跟我讲过 他说很好 那些老板都对他很好 我心里想 当然了 你半夜上跟做面团 然后早上还有 你送到不同的 那个罗迪巴达店 所有的人都对你好了 你一天如果你没有把那个面团送上去 你看人家对你好 还是你那个面团做得不好 他们打不出那个 基本是他做的 他弄了 不知道怎么弄 所以今年的竞选招式都在社交媒体展开 就是2020年 反对党这回好好的利用了社媒发出了年轻选票高度认可的信息 成功拉票 所以我跟你讲 这个是很莫名其妙的执政党 你不让 你要用 你要走社媒 因为谷威的关系 结果你 你又没有这方面的 你没有这方面的水准 反正共云党比你更 更能够贴近 年轻人的心声 这个我也不明白 你们自己要去检讨 但是你们现在好吗 执政党有什么东西吗 我也没什么看 我每天看到的都是共云党 因为我只注意共云党 你知道媒体的东西吗 你们这些网友看我讲直播 现在已经讲了一个小时 我一讲政治我就整个DNA来了 你们看我的节目 你放在你的手机里面常常会看到我的节目 因为你常常看我就有常常我的节目 所以我们会注意共云党的那些抖音 Instagram就一直出现 那我从来都不看人民行动党 人民行动党怎么 我不觉得好玩 偶尔就是8频道 5频道有特别的那些部长 一般上人民行动党 我没有看到 我没有看到 不是没有 是我 我看不到 他不会出现在我的面前 因为我没有订阅 我没有按赞 所以这个就是媒体里面的一种 一种所谓的垄断 自我垄断 你懂吗 所以还有一点就是年轻选民看到 行动党这次的 不断的攻击反对党候选人的人格 认为这是安张的政治也促使他们用手中的选票表达他们对行动党这种手段的不满 你看 英基辛当时讲的就是拉一杀的事件 几乎每个做政治的评论员敢讲的就是讲出这种心理的话 怕得罪执政党老板就不敢讲 英基辛认为这次造成最大的变数就是步入中年 收入中层的夹心层 他们受过良好交易当中有不少专业人士经理 自行员和技师以及自由业者 他们有不少人在疫情中失业又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 还有 这个是我家的 转型啊 现在转型也是造成很多人啊 不能够适应 电脑已经好不容易能够掌握 现在又要掌握 那个AI啊 智能啊 数据啊 数码啊 一般的人受不了啊 那有些工作已经被淘汰了 没有人要了 不请你了 你令谋告之后你要去重新 所以政府有一条路了 重新 溃到重新了 有些是转行做那些 去医院做啦 去做保安啦 当然不是做保安人员啦 保安的经理啦 各方面 问题是这个东西 这些东西都要特别的 你要有那个爱耶 你要有那个热爱耶 你做保安要有对保安的热爱 你对医务 你要有对医务的热爱 如果你做过那种 sales的人啊 突然之间要跟你讲discipline啊 什么 你输不了的嘞 你做到几年你都倒了啊 每个工作有不同的环境嘛 不是说你转回到就转 为了生活暂时给你转回到 多一点的时候就埋怨了 而且你重新再来嘛 你原本的薪水就没有了 除非你已经半退休或者已经退休 像我现在这样 有没有我都不是很重要啦 不会影响到我 我家里的喝奶都已经长大了 全部你明白吗 我们比较没有什么 不担心这一方面 我跟张大姐 所以我们过了就比较庆心开心了